大家好,各位歡迎繼續收看咸輝的頻道 今次和你們去這個大排檔 是一間開在廣州天鶴城7樓的南京大排檔 那為什麼今次會來大排檔呢? 因為我發現自己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去南京 而且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在天鶴城吃飯 所以就過來這裡吃飯 我們先不說這間店的食物好不好吃 我們先說一下這間店的環境 其實當你一搭進門口那一刻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在拍古裝器 這裡基本上所有照明都是凹凸燈籠 而且這邊的服務員都是穿以前的衣服 你不一定要叫Fu Yuan 叫Xiao Eh 他們都會認你的 因為這裡所有的樓面收銀 都會客觀客觀地叫你 整個環境都是很古色古香的 看看是挺有趣的 那講完環境就講一下這裡的食物 基本上是一些很經典的南京菜 今次又叫了這一堆 來到這裡就肯定要試一下 南京最出名的鴨 鹽水鴨 這檔的鹽水鴨 比較適合廣東人的口味 因為它沒那麼腥 還有它的肉質很亂 而南京其實另外一個材料鴨 就是點心比較出名 當然那些點心都是用鴨肉去做的 就像這個烤鴨包 都可以去點一點吃 裡面的餅都是鴨肉來的 而且它是有湯汁的 即是第一口咬下去會吸水出來的 還有就是這個美麟粥 南京都可以買的 那時候宋美麟煮給蔣介石吃的粥 裡面就是那些糖 淮山還有一些豆漿 都可以煮起來 蠻好吃的 這個包叫褲皮卷 不過很好吃的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所以叫一下 還有這次吃了兩個麵 這個是其中一個 主要這個就是以前也是吃過的 那些魚湯麵 其實那些麵就是正麵 只麵什麼都沒有 不過那些湯是不錯的 好喝 現在在拌勻 這一堆就是蝦子麵的東西 這個麵就比我想像中好吃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蝦子 一吃下去那些蝦的香味 其實是很濃郁的 而且它的口感又不算很軟 這個東西真的挺好吃的 還有一個蝦黃豆腐 不過很多蒜頭都算是 不太好吃 這次一共怎麼那麼多東西 一共176元 南京大排檔 這個大排檔 其實我去過很多次 主要是因為它這檔東西 就方便 它不一定有 南京外面的其他店 那麼好吃 但是它所有南京那些菜 基本上是比較常見的 你在這裏都可以找到來吃 而且它最重要的那個 它這裏價錢不貴 我今天就是點一壺茶 其實在這裏 告訴它喝滾水 它都不理你 那你又可以省二十多元 你在這裏叫幾籠包 加個名 加起來可能五十多元 你可以走路 還有它這裏 夜晚黑飯時 它是會有人在這裏 搞那些什麼平壇那些 就是那些什麼坤曲的 說書那邊叫做 那你不用去蘇州那裏 給幾十元去看 你去那裏吃頓飯就可以看了 好了 今次就大概講到這裏 主要是講一講這間 這麼有趣的餐廳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比我 Housing 這裏 王子 三 IS Five 각 一 四 八 四 谢谢大家